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过去的三十年已经摆在那 走过不少弯路 也犯过不少错误 但是找到的方法终究比困难更多 未来会怎样 依我看 命悬一线 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成功了 每一个成功的过去都可能把未来办住 如果我们还看不到颠覆性的变化 那被颠覆的一定是我们 如果我们不敢冲破规则 那么规则很快就变成创造的导龙 过分依赖于前三十年 长城汽车挺得过明年吗 我看到未来的理念在变 从关心造好车 到更关注人和关注用户的出行体验 我看到未来的格局也在变 走向全球的将不仅是产品 不仅是价值 更是新的价值观 我希望未来的长城汽车在变 用三十年的积淀 去迎接此刻的巨变 在企业并悬一线的时候 把自己的命也悬在上面 我认为这是做企业应该有的诚意 没有退路才见出路 长城汽车 未来会怎样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认为这是做企业的诚意 我认为这是做企业的诚意